Hello,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阿阳,欢迎收看我的世界之阿阳内险剧第239集 和小鱼商量了一下,我们决定先找出要塞的位置,以方便在不久之后对付墨影龙 估计这次又要赶很久的路,所以得先拿好充足的食物 嗯,这些烤猪排先带上,然后用小麦做点面包,毕竟出眼门啊,干粮不能少 还有用来指路的墨影之眼也要带上 这两个墨影珍珠呢,也拿去合成了再说 反正开启墨地传送门啊,需要12个眼睛 多带一点总是没有错的,万一路上扔着扔着少了几个那就尴尬了 想一想还有没有其他需要准备的 头盔的耐久已经红了,得修复一下 上次阿员送我们的20个钻石,只剩下14个了 哎呀,这钻石还真的是不难用 就这样吧,叫上小月,出发了 小月,我已经准备就绪了,你快回家准备一下,我们出发吧 好的呀,我砍完这些木头就回家去 那我先去刷铁机那里拿一些铁钉 身上不带点铁出去啊,也不方便 哎,刚好有个铁盔里掉落了下来 那个箱子里面没有刷新多少铁 应该是,我和小月最近的活动范围超出了她的刷新区域了 小月,可以出发了吗 快了快了,别催嘛 那,面包分你一些,准备着路上吃 那我也分你一些烤牛排 给,那,再给你两个磨影只眼 万一你迷路了,也可以靠着他们在传送门那块集合 走了,我先去码头那里等你 我们一开始要先坐船出发 希望这次能一帆风顺 途中可千万不要再出什么差错了 最好要塞的位置离我们也能近一点 来了来了,终于要去对付墨影龙了 没时间解释了,快上船 先丢一个墨影只眼,往这个方向 再把墨影只眼给捡回来 我们只要跟着这个方向走就可以了吗 没错,阿姨说过如果找到地牢的话 墨影只眼就会垂直的往下降 那你在前面带路,我跟着你就行了 这里怎么有艘船,还漂浮着一些杂物 唉,这应该是我当初为了寻找海洋之星时留下的东西 没想到还留在这里呢 唉,这都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谢谢你当时救我出来 一会想起来呀,确实过了很久很久了 走吧,我们马上就能见到 我们最终的敌人了 再丢一个墨影只眼 唉,就是这个方向,继续前进 一定要关注转发哦 一定要关注转发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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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哦